我喜歡很久的男生在今年底結婚了 他從兩年前跟他的女友穩定交往 我就一直有心理準備 可是現在他真的結婚 我覺得好難接受喔 他女友在圈內的風評很難聽 大家都在私底下 像我的前男友是回收業者 我知道就算他知道事實之後 也不會變成我的 但一想到讓我心愛的男孩 幸福的人潔白婚紗下 不知道多噁心的過去 看著他好不知情 臉上那些純的幸福的表情 我就覺得好痛心 他明明值得更好的人啊 馬克馬力 我應該不顧一切的讓他知道這些嗎 還是我應該要想辦法祝福呢 為什麼最後得到幸福的都是這種女生 我應該不顧一切讓他知道這些嗎 我們就還是回答一下 不要 還是我應該要想辦法祝福呢 我也可以告訴你 不用 假祝福不是真祝福啦 就不要講了啦 對啊 你可以選擇一個什麼都不做啊 你也可以當什麼事都沒發生 你也可以不用理他 只要自己是我那麼膝蓋的人 你要我怎麼不理他 那是你自己心裡面的問題啊 就你要好好想辦法去處理 你自己心裡面的問題 而不是你想說 我要揭露他 我要拆穿他 我要讓他知道 這才是對他好 那其實不是啦 是對你好嘛 你重點其實不是為他好嘛 你是突出自己心裡爽快 其實這個是對誰好 你還是希望你想要有機會 這個男的可以回到你身邊 那前面都不要管 最後一個問題 為什麼最後得到幸福的都是 你不要因為發生了一個例子以後 你就覺得 啊好像為什麼所有女生都是這樣 沒有沒有 你遇到就是一個 單一特立的女生 我覺得很假欸 因為他們劈腿 很做作欸 然後最後他們還是得到幸福 不分男女吧 對啊 很多渣男就有得到幸福嗎 對啊 娶了一個最棒的太太 然後幫他住家室 幫他生小孩 然後過好一個家 然後給他後顧 沒有後顧之熱的下半身 世界本來就沒有公平了嘛 你一直在想說什麼 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這些事情 或什麼宗教式的 就有因果報應輪迴這些東西 其實這世界上 不是這樣運轉的啊 對啊 你就是要好好的過好你自己 照顧好你的心情 然後收拾好這一段 你可以準備往你下一段出發 再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由於我沒有做好朋友的距離 導致他的男朋友吃醋了 後來他也對我冷淡了 好不容易有好一點 但我心裡有一道牆跨不過 你的心有一道牆 跨不過我就把我的心情告訴了他 反正我就好像給了太多壓力給他了 所以他又開始對我冷淡了 我不知道可以怎麼辦 我不知道 請馬克馬力救我 救我 我們先走第一條路 第一條路就單純就是 你其實就是你就是喜歡他 然後沒有拿好那個距離 他沒有吃醋 他對你的冷淡 然後你就覺得 好不容易好了一點點 但是我受不了 我要炸了 我要把我所有話都噴出來 對我喜歡 再告白一次 再告白一次 那這個他對你的冷淡就是 本來就是一個正常的 正確的做法 對啊 因為他已經有另外一半了 就是你也達到很多人 很多自殺式告白者想要講的 就是 我就是不管怎樣 黑而撲火 我就是要講 我講完就舒服了 那 沒有 他講完也沒有舒服 他們在講的時候還是期待 對方可以給他一個正面的回應 對 你不知道我討厭我男朋友很久了 對對對 他幻想中是這樣子啊 大部分不是這種結局的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就是 這段友誼 你們就是 等於是到了終點嘛 就是 其實你就是應該好好的 為你自己的情緒畫上一個句號 嗯嗯 那你知道該怎麼辦啊 就是你愛上了一個 已經有男友的女生 他也愛著他男友 他男友愛他 他們之間沒有你 然後你跟他目前也當不成朋友 嗯 好討厭這個讚喔 欸 我其實還逆向的就是 欣賞這個女生 就是跟你保持距離 而不是說 喔 我很謝謝 就是 我沒有 就兩個都要這樣子 我沒有想過你 對我現在這種感覺 就是我們不能聞起原本的朋友狀態就好了嗎 至少他還不是這個樣子 他都勇敢的畫出界線 那你就勇敢的退到後面吧 對啊 你就好好守在你的界線那邊吧 你知道嗎 就是不管是 現在你追這個女生 你喜歡這個女生 或是未來你面對其他的感情 除非你遇到一個 很吃你這一套的 很想照顧媽寶的人 就是有母愛的那一種 對對對 不然的話 基本上你的感情 要成功機會不高啦 因為 就是情勒人啊 正面進攻啊 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喜歡他 你一直持續進攻啊 進攻到他招架不住啊 欸欸 真的不要造成人家困擾 真的真的 我算出來替很多人說 真的 我們不需要大家的進攻好不好 不不不不 那個進攻有時候只是單純的 自我滿足跟耍帥 我覺得要認清現實 跟你說啦 只有誰可以進攻 無法抗拒了他裡面 宋江就可以一直對女主角進攻 裡面的主角就已經一副就是 你是頑咖 你是渣男 你不敢惹我 我們要保持距離 可是呢 就是宋江偷偷的在樓梯後面 趁女主角不注意的時候 還從後面這樣摸他頭髮 多噁 有多噁 那個動作其實很不OK 講了這麼多 原來是四個字啊 人帥真好 而且那個是超級金字塔的 金字塔頂端的帥 而且前提還建立在 那個女主角也喜歡他 那女主角是喜歡他 只是不能接受他那麼佳 但現在 女主角很明顯的 就是沒有喜歡你 對啊沒有喜歡你 對啊 很多事情你以為可以做 可是那是被包裝的很浪漫 就是那個東西在戲劇裡面 那個東西如果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就是很不OK 超級不OK 很可能會被抓 對啊 那就是造成大家心理負擔 心理陰影啊 好啦 所以最後呢 對於今天這則留言 給你的建議就是 退回到 你掌控自己的線後面吧 你的情緒 由你自己控制 你掌控自己的線後面吧 由你自己控制 你掌控自己的線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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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掌控自己的線路 你掌控自己的線路 但我還會沒有 你可以承受